三更有梦 书当枕 千里怀人 月在风 这里是深夜读书 每晚陪伴你 大家好 我是竹子 陈丹青有一句话 我几乎从来不生气 因为我认为没必要 有问题就去解决 不要让别人的错误 影响自己 但我不生气 不代表我没脾气 我不计较 不代表我脾气好 如果你非要触摸我的底线 我可以告诉你 我并非良善 人这一生会为各种事情生气 或因别人一句话生气 或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生气 或他人不配合你生气 但看过这样一句话 世上有两样最无用的东西 一是生气 二是抱怨 其实 生气就是拿别人的错误 惩罚自己 生活一生 与其生气 不如争气 生气是因为格局太小 庄子曾说 小只不及大只 小年不及大年 容易为小事生气的人 永远看不到世界海纳白川的一面 其实 一个人之所以痛苦生气 是因为自己的高度不够 有这样一场台球冠军争夺赛 临近比赛结束时 选手路易斯福克斯的得分 一路遥遥领先 只要正常发挥 便可稳拿冠军 不过 当他俯身击球时 发现一只苍蝇落在主球上 他挥手赶走 可当他再俯身时 那只苍蝇又回来了 他再次赶走 被驱赶的苍蝇 好像跟他作对 当他俯身时 苍蝇又飞回主球上 这个搅局的苍蝇 引得周围观众哈哈大笑 这也让他恼羞成怒 竟用球杆去驱赶苍蝇 却不小心让球杆误碰了主球 最终裁判盼他击球 便失去一次击球机会 这让他既懊悔又生气 进而影响了后面几次击球发挥 而他的对手约翰迪瑞 抓住此次机会 连连打出好成绩 并超过了他 最后赢得比赛 一只苍蝇引发他的情绪 导致与世界冠军擦肩而过 让人痛惜 苍蝇与世界冠军相比 孰轻孰众 很容易辨别 但生气时 却分不清逐次 因小事大 是最不划算的生意 其实被小事扰乱心性 不过是心胸小 格局不够大而已 格局太小的人 会因各种琐事生气暴躁 总觉得事事不如意 而格局大的人 动得凡事往宽处想一想 发现凡心事自然无 不让外在或他人态度 影响自己的情绪 是做人的修养 处事的智慧 也是一个人格局高低的体现 与其生气 不如争气 舒本华说过 针对别人的行为动怒 和像一块 横在我们前进路上的石头 大发脾气同等的愚蠢 环境或他人对你的态度 你改变不了 但你可以决定 用什么态度反馈 在书上看过这样一个故事 威拉德斯高特 在华盛顿一家广播公司 做播音 她的节目收听率不错 与同事也相处和谐 每天都很开心 但好景不长 公司空降一位领导 新官上任三把火 新领导要对公司进行大调整 便把她的节目 调整至收听率 极低的半夜时分 这让她十分恼火 她开始整日抱怨 可于事无补 后来试着调整自己的情绪 尝试改变 于是她把所有心思 都放在节目上 因收听群体不同 她便对原节目思路重新更换 从形式 名字到内容的包装 都重新进行调整 进行一场自我革新 当专注于工作中 愤怒好像自然消失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 一年后 她的节目竟在倒霉的时间 变为了首屈一指的优秀节目 还拿了收听大奖 费斯汀格法则指出 生活中的10% 是由发生在 我们自己身上的事情组成 而另外的90% 则是由我们 对所发生的事情 如何反应所决定 你是被他人态度牵连 还是不受对方安排影响 这完全取决于你自己 你无法改变天气 却可以改变心情 你无法控制别人 却可以掌握自己 生气是受别人摆布 而争气则是让自己 不断强大 让他人无处可弃 与其怄气 不如增长自己的本事 是成年人 最具智慧的应对方式 学会不生气 你就赢了 人生不如意时长八九 而情绪夜长伴随左右 学不生气 便是一辈子 需要学习的技能 古时 一位老妇人 经常为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生气 很苦恼 有天 她去找一位高僧求教 希望高僧给支招 高僧听她讲述完后 便把她领到一间静室里 啰嗦而去 妇人本意来求教 却无缘无故被锁起来 气得破口大骂 但妇人骂了好久 高僧也不理会 妇人便哀求 高僧还是不予理睬 等妇人便沉默时 高僧来到门外问她 你还生气吗 妇人抱怨道 我只为我自己生气 我怎么会来到这个鬼地方 受这份罪 高僧不语 拂袖而去 第二次 高僧过来问她 还生气吗 妇人说 不生气了 高僧便问 为什么 她无奈道 气也没办法呀 高僧又一次离开 当高僧第三次来到门前时 妇人主动说 我不生气了 因为不值得气 高僧笑道 你还知道值不值得 看来心中还有气 妇人问道 大师什么是气 高僧将手中的茶水 倾洒于地 妇人视之良久 顿悟 我们生命如高僧中的茶水 转瞬间就和泥土化为一体消失 生活中琐事与生命比较 不值得浪费时间去生气 变换问题的高度 问题便自然消失了 其实 净无好坏 唯心所造 当你做到不生气 便无人能气你 蔡根坛曾说 绝人之诈 不行于言 收人之武 不动于色 此中有无穷意味 亦有无穷受用 真正的智者 懂得克制自己的情绪 不表露在脸上 当你生气时 除了被情绪控制 烧掉自己理智外 别无益处 而不生气时 并非忍气吞声 而是放过自己 不受外在摆布 其实 人最大的敌人 不在外 而在内 当你学会不生气 谁也惹不了你 不生气 见智慧 曾经看过一个小幽默 哥德在公园里散步 在一条 仅能让一个人通行的小路上 和两位批评家相遇了 我从来不给蠢货让路 批评家说 我恰好相反 哥德说完 笑着退到了路边 这世上又太多让我们生气的事 吵架吵不过别人 生气 无缘无故被人诋毁 生气 自己的付出 别人理所当然地接受 生气 被人故意踩了一脚 生气 但生气能解决问题吗 不能 生气 能让对方学会理解和包容吗 不能 有人说 生气是一种无能的表现 的确 无论你本身的实力如何 生气除了浪费自己的时间和情绪之外 对人对己都没有一点好处 与其生气不如像哥德一样 面带微笑 礼貌回应 气死对方 看到一句话 当你是对的时候 你为什么要生气 当你是错的时候 你又凭什么生气 所以不要生气 有时你一生气 反而让人觉得捉住了你的痛脚 不是引来更加肆意的嘲笑 就是背地里越来越看不起的轻蔑 卡奈基说过 不能生气的人是傻瓜 而不去生气的人才是智者 别让你的时间成为垃圾时间 别让你的情绪成为垃圾情绪 别让自己和垃圾人 垃圾室同流合污 才是真智慧 纵解 曾有调研表述 生气十分钟 相当于一个人跑三千米的长跑 这是极其损耗体力的事 你什么没做 却无形消耗精力得不偿失 生气是世界上最不划算的卖卖 与其生气不如争气 与其抱怨不如解决问题 与其纠缠不如释然 喜欢这句话 眼内有尘三界窄 心头无视 一床宽 凡事往宽处想 便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 余生 愿你我都修得不生气的智慧 去面对生活中所遇所事 与朋友们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竹子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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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